在五日举行的东亚峰会上,有个别国家对中方正当的维权的举措进行无理指责,但是大多数国家并不认同,都理解中方的立场。 那么王毅国委员在现场对个别国家散布的虚假信息和不实支持,逐一地进行了全面有力的批驳,澄清了事实,捍卫了主权,维护了正义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